衛福部统计老人跌倒大约有百分之食物和药物有关 药师提醒三高药物以及含抗组织胺的感冒药 都有可能影响中枢神经以及平衡感 建议长者服用三高药物之后 两个小时内应该避免单独出门 近来天气忽冷忽热 医院诊所有不少人挂病号 但如果吃含抗组织胺的感冒药 又同时服用三高药物就得特别当心 服药后两小时内要避免独自出门 以免增加跌倒风险 根据卫福部台湾病人安全通报系统资料显示 去年有两千多人 大约15%的跌倒事件与用药有关 并造成五人死亡 药师表示有些抗焦虑药也会影响中枢神经及平衡感 服用降血糖 降血压药等 有可能造成低血糖 低血压等问题而产生头晕 有些长者因为风湿痛或腰痛 服用肌肉松弛剂 有可能产生嗜睡 晕眩等副作用 都会增加跌倒风险 老人家因为他的肌肉量本来就比较少 所以肌肉松弄剂对老人家来说可能会造成影响会更大 比如说他会因为他的中心不稳 或者他没有那么足够的肌肉量去支撑他的身体的重量 医师建议长者可将所有服用的药物提供给医师参考 避免药物交互作用产生不良反应 要预防长者跌倒 除了居家环境改善 做药物调整 也可加强下肢肌耐力训练 例如多做抬腿等运动就能避免跌倒伤害 记者